OK 今天又来张姐这边趁茶喝了 这三款白茶 什么不一样 都是宋梅 供梅级别 这个是大豪的宋梅这一款 市场上是比较常见的 这福顶大豪嘛 大豪的这个宋梅款 这个是供梅巧菜茶 就是供梅 今天又来学习茶知识的 那意思是这两款现在是市场上 就是所常见的福顶白茶 用的原料做的供梅跟宋梅 这个最多 这个也不多见 这个有 但是也是不多见的 这个是小菜茶做的供梅 这个是大白跟大白豪做的宋梅 这个市场量是最多的 这个小菜茶 这个是也比较有特色的 其实我对这一款最感兴趣 这个叫什么 这是梅葬 用乌鲁 乌鲁茶 梅葬的原料做的 叫梅葬白 梅葬白茶 对 然后顺序分别是 大白大白豪做的宋梅 同间这个小菜茶做的供梅 对 这个是这个叫什么 梅葬做的白茶 宋梅 宋梅对 这有意思了 今天 这个三款茶都是挺有代表性的 代表性 但最右边这款梅葬做的白茶 这个最特色 这个是 最新银吧 最新银 因为它是乌龙茶品种 首先梅葬是很香的 然后它做完白茶的时候 它一旦保留这个梅葬的这个香气 复合花香很浓 然后它这个本身 乌龙茶的这个 这个茶味也很足 茶味足 我们也尝试过 这个转化后的话 这个也是很好的一款产品 水很浓 其实这个 很醇厚 刚刚我喝了一下 这个梅葬做的白茶 它花香 很浓 很浓 茶味也会 它是复合花香 就感觉你 又有这个花香 又有那个什么 又带一点果香 反正今天来学习一下 各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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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们爱茶的人都可以 就是尝试一下 要自己去尝试 才知道这个茶的 区别是怎么样的 那款已经转出来蜜香了 蜜甜味 这个大白跟大白蚝 它的蜜甜味会更明显 比较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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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小菜茶试一下 OK 这个茶足好像 茶气很足 茶气足 并且很纯 并且很纯 很纯 这个是甜感 对 大白跟大白蚝 做出来的时候 没甜感更强 蜜甜感更强 这个好像茶味更足一点 然后也更纯 更纯了 这个尝试一下 这个是新款的茶叶 现在市场上很少有人做这个乌龙做的白茶吧 对 这个很香 它也没占了那种花香 而且水 水也很浓 这三款里面这款最香 这款最香 花香最明显 它本身就是香 它这个品种本身就是香 对 但是这个茶我唯一担心的就是 你刚刚建议我这个拿一件存一下 这个福顶做的白 福顶也是挺有名的事物做的 对 这个茶拿一件存一下 我唯一的担心的就是 它存到后期会不会转化 或者它的花香会不会弱 它会转化 但是花香就是它这种 就清味可能会退掉 清味退掉 清味退掉 然后花香也会少掉一点点 但是水会又厚起来 又存起来 又存 又好 我觉得这个茶就是说 转化的到后面 像这种 工艺做的可以 你存好 都是好的 都是好的 这款工艺没问题吧 我就 肯定没问题 我们存得完 我就怕它工艺有问题 如果工艺有问题 我们就不喝的 其实一般我平时我们看到 这个工艺不喝的 是 如果也不好我们就不会 我再咨询一个问题 小菜茶的做的贡美 跟大白 跟大白豪做的贡美 我们同等级的情况下 它的原料价格会差不多吗 那小菜茶贵 小菜茶贵 略贵一点 对 小菜茶贵 就历史以来 它本身也是 它的原料也是贵的 历史以来也是贵的 因为它量很少 那这个呢 煤占的话也是 它这个煤占就是说 以前煤占很多 后来因为煤占 这个品种不好做 做什么茶都很难做 做出来因为它 比如说以前它做绿茶 绿茶这个做出来都黑的 因为它的水 水分太多 然后那个叶子是绿油油的 然后比其他茶都要厚 所以不好做 那成本也是 跟小菜茶会差多吗 它这个 如果按同年份 同等级 同等级 可能也差不多 差不多 对 再仔细看一下 这个就是大白跟大白蚝 做出来的原料 这个虽然有年份 但是调性是不变的 调性不变的 然后小菜茶呢 它其实叶子更嫩 更薄 应该会更薄吧 我摸上去 它本来就是很小叶种 然后大白跟大白 其实它是后期 牡丹采完以后 三级牡丹采完以后 再采这个 对再采 再采这个 宋梅 宋梅 宋梅供梅 然后所以它这个叶片呢 会偏厚 偏大 小菜茶呢 做宋梅的品种 是一直以来都有 然后呢 茶物也偏足 虽然年份不同 它因为这款是荒野的 所以说没什么丫头 没什么丫头 没什么丫头 然后这个就是 刚刚张姐说的 就宋梅 就这个 这个是用后面做的 这也是后面 这个就是刚刚张姐说的 这个乌龙茶的品种 梅栈做的 宋梅 你看它这个叶片就比较大了 因为它 它的原料是乌龙的原料 但是这个茶喝起来 工艺做的好 其实它这个梅栈味道 是非常非常咸的 对 花香也非常咸 对对对 但是 存一件王瓦 一件十几斤 存一下王瓦吧 这个茶是 可以的 这个茶都是很有代表性的 好吗 哦 好吗